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尊敬的谢教授 谢老师 还有裴老师 各位专家 老师 校长 大家好 我就直奔主题 就是在双减这个背景下 教师的发展 专业发展怎么去做 我想谈几点看法 刚才听了各位专家的论坛 还有报告 收获很多 教师专业发展空间非常大 在双减之下 双减带来双加 减下来之后 加什么 我们的老师都会认真地去思考 应该加什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就是双减双加 实际上是一个如何运用时间和空间的问题 同时也是一个量和质的问题 什么量 什么质 这也是我们的老师要去深刻反省的 当然我们可以从各方面去提出一些分享 但老师 我相信他们会做一些非常深入的思考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们的教师专业发展 真的是空间很大 究竟应该怎么去做呢 对我们的教师教育的工作者 也是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我们经常做的一些模式 就是教师的培训 那教师的培训呢 大多是讲一些理论 讲一些要怎么去做 教师的培训呢 又是更多的是一种培和训 是一种技术化的一些手段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很必要 但是不够 那么后来我们又提出来教师的研修 我觉得也挺好 那这里就有非技术化的成分在里面去了 那我觉得再往下一个层面呢 就是我们的教师的这种智慧 和敏感性的培养和养育 这一个非常重要 所以还是有一些路径可以去做的 我想呢 我们从教书 从过去五六十年代 七八十年代都是教书 然后转向了教学 然后呢 现在我们提到的是要赋能 提升他们的能力 较少一点 学多一点 学多什么呢 学多那些能力 那些思维 独立思考 不断地去提升的这样的一些能力 解决问题 团队精神 活作能力 语言表达能力等等 那这个城市其实现在不够 其实我的理解啊 我们的这个国家的政策 这个双检的政策出来啊 我觉得更多的是倡导一种教育即生活的这样一种理念 教育 教学不是为未来的生活做准备 教育 教学它本身就是生活的一个很大的一部分 我们以前呢 都是说 小孩从幼儿园开始 你要好好地辛苦 吃苦 就能读一个好小学 然后又是同样的话 就能读一个好的初衷 再辛苦 再吃苦 就能读一个好的高中 然后读大学 然后读研究生 最后还不行 还要再吃苦去读一个博士 在博士后 当我们回过头来一看 我们的生活已经过了很大的一部分 然后我们再想象那一部分的生活 生活究竟怎么样呢 可能留下来很多的一些痛苦 留下来很多的一些竞争 所带来的创伤 带来的一些身心方面的一些不平衡 所以我的理解啊 双检之后 它的时间和空间啊 应该更多的是给老师 去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教育 教学生活 那么在教学学校里面 在校园里面 应该要在这方面来做一做 所以我们的教师专业发展 我们的教师教育的工作者啊 我们的教育科学研究院啊 这个级别 我觉得呢应该在这方面呢 可能更多的要去跟大家一块的 去来做 这是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 我觉得可能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更多的呢 老师应该要去关注学生的生活体验 关注学生的独特性 每一个小孩他都是独特的 要关注他的独特性 然后呢要学会 怎么与学生怎么去相处 然后呢不断去思考 我该怎么做 对这个孩子 在这个时刻怎么做 才是最贴切的 那么这就需要一种反实力的提升 我们的教育 教师专业发展啊 可以在这方面 我觉得可以做的更多 大家我们都可以一块去研究一下 还有就是这个 关注课堂 关注校园 关注教育的日常生活的体验 我觉得啊 这个可以解决理论跟实践 它的这个鸿沟的一个问题 其实理论跟实践之间 如果我们基于课堂 基于学校来做 我们的教师专业发展 可能会打开更大的一个空间 还有呢 要多一点教育的情调 多一点教育的智慧 这个情调 我说的是一种这个 老师跟学生 在教学校园当中等等 的一种情感的体验 这个非常重要 好多老师一走进课堂 他还没走进课堂了 他就能感觉到课堂里的 这种情感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说这个老师又来了 很糟糕 还是非常期待这个老师来 这样的一些情感 教育的情调啊 应该要多一点去培育他 然后培育多一点 这个这种敏感和智慧 这一个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就不多说了 因为时间关系 就说这一点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我们李教师的发言 我们每位老师在双减过程中 都要思考双家的问题 认真应用好空间和时间 如何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需要继续创新 教师专业发展的方式和途径 以及呢 我们要深入理解 教育剂生活的理念 关注我们学生 关注日常生活 都是非常重要的措施 或者是我们的行动建议 谢谢大家